我們來看要對照一下 同學很失望嗎?沒有辦法交發好罪嗎? 交發 他不發,你不發 蛤? 好 你跟妳講一下自己好幾天對不對? 對 好 買 好 我想說讓這個禮拜來了這麼多人 像個禮拜不懂 心情很重 好 再來是銀行對賬站的 好,他告訴妳四月底的 看看喔,要不要四月底的 好 然後呢 他告訴妳說呢 銀行對賬單五月存入80878 好,然後再來呢 他只告訴妳呢 他只告訴妳呢 四月底的債徒存款有三千五 或者是四千四票有六八七二 好 他就告訴妳銀行對賬單五月五月出的金額 好,那五月底的金額有四零四零一 好,這是前面告訴妳說呢 四月五月底呢,銀行對賬單那一個 好,這是上面給妳的資料 那這裡告訴妳銀行對賬單的四月份的 再圖存款 好,再圖存款 好,再圖存款 四月份還有五月份的 四月份告訴妳有三千五 如果妳對於簡單存款 簡單銀行條件感到有點印象的話 再圖存款 未兌現支票就是要調整銀行的部分 好,然後呢,我的未兌現支票 四月份、五月份 好,四月份呢,告訴妳說 我有未兌現支票是六八 六八七二 好,因為她沒有告訴妳說呢 我的四月份 銀行對賬單上面 銀行的存款月有哪些錯誤 只有這兩個時間差所產生 跟賬上分一樣的 所以我的正確金額是五五 零九八 有寄宿 因為她從我的資料裡面 好,正確的金額是五五零九八 那銀行跟公司賬上不一樣的地方 唯一只有兩個是吧 因為時間差所產生的 一個是什麼 再圖存款 一個是未兌現支票 所以呢,我就可以推得出來 第四月底 銀行對賬單的金額 所以五五零九八 加上六八七二 減掉三千五 所以我的對賬單 對賬單的金額 雖然題目上面沒有告訴我 但是我從她給我的交代推出來 周六三 所以4月份的存款 看他們有其他顏色的事情 就有黑色 所以這個金額是我推出來的 我怎麼推 因為從他的資料告訴我 我只知道公司帳上跟銀行對贓單的 有不一樣在4月底就有兩個原因 兩個原因就是銀行有未兌現資料跟債徒存款 所以我把這兩個數字調整上去之後 就知道4月底銀行對贓單的餘額是這裡 好 那接下來這個例子裡面 我還要推出這個數字 因為我不知道銀行 我這個幫我支出的金額有多少 所以我要去 期出的金額是58470 加上當月存入的80878 減掉我的5月支出要等到5月底的餘額 可是我現在不知道5月的支出是多少 我知道5月底的餘額 所以我可以推算回去 所以我的5月支出9897 好 這個數字也是什麼 我推算出來的 好 從我的期出金額加上本月存入 減掉我本月支出就得到5月底的餘額 所以我現在雖然我不知道5月底的支出有多少 但是我知道它的5月底的餘額 所以可以推回去我的5月的支出的9893 好 因為我要先有這些數字我才能夠往下算 好 所以一樣的道理呢 待會我們繼續做那個公式的好了 好 哪個數字 推算出來的 這個加這個 減這個等於這個 按印象過來一下 好 所以我現在打一個 我本來現在要找一個不同顏色的筆來寫 但是因為只有多黑色 所以我打一個小勾勾 這是我算出來的 4月底的銀行對賬那些也怎麼算 從它的正確金額去推算出來 因為這個數字也推算出來 推算出這個數字 我才能夠推算出這個數字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4月份的資料我們做完了 好 5月份的核技術的結合出來 我們開始把5月份要做的調整調整上去 4月份的再塗存完 是不是5月1號存進去 但是在公司上面 這是4月份的 所以它不會算在5月份的存款 存入裡面 好 所以4月份的存款 是不是在5月1號存進去 所以在銀行來講 它算是5月份的存入 但是公司來講 這是4月底的事情嗎 好 所以我要從銀行裡面把它扣掉 這不是5月份存入了 所以5月份有的再塗存款 我要把它加進來 因為公司呢 算在5月份的存入了 所以5月份的再塗存款 有3860 好 所以我的存入裡面 要把4月份的扣掉 因為在公司帳上已經算是4月份的 而事實上 時間上來講 它也是算4月份的 好 那5月份的再塗存款 公司已經算是存進來了 那銀行還沒有收到 可是事實上也是5月份要算存進來 所以我要加上去 好 再來看一下未兌現支票的部分 好 未兌現支票 它上面沒有告訴你其他的 我們就要假設4月份的未兌現支票 在5月份兌現了 在5月份兌現的時候 銀行呢 因為在5月份兌現 所以算在5月份的支出 但是就公司來講 這是4月份的支出了 所以呢 我不能在銀行存款裡面 要把4月份的未兌現支票扣掉 因為它在5月份兌現 那5月份的未兌現支票 公司已經在我們上上 當作支出扣掉了 但是銀行還沒有來得及 也不是還沒有來得及 是存款還沒有來得及 拿到銀行去請求兌現 但是也要算在5月份的支出 所以5月份的未兌現支票 我們要當作獲得支出增加 好 再來有一個錯誤 銀行也有一個錯誤 他把其他公司開的支票 從我們公司裡 對不起喔 這裡 這個因為是5月底的余額 這兩個都沒有調整進來 所以我要加上去 所以這邊要加3、8、6、9、1 好 5月而已我們要扣掉5、6、0、7 好 這是5月份的 再投訴他未兌現支票 所以要從5月裡頭去調節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很像什麼 很像我們簡單調節表的結果 那5月份的銀行有個錯誤 把其他銀行開出去的支票 那3、9、8、5 當作是這家公司叫什麼 永元公司 可是不是啊 所以呢 他已經從我們的支出 當作支出以後 他已經不是公司的支出 之後要加進來3、9、8、5 所以我的支出沒有這麼多 這個3、8、9、7、9、3、7裡面 不應該有這個支出的 因為這不是公司開的 所以這個支出的金額要減少 好 那這個沒有發現這個支出 表示我的餘油要增加3、9、8、5 好 這是公司 這是對銀行的部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四個欄位合計起來的金額 那我們在做公司的時候 這個公司做下來四個欄位 合計出來的金額要跟他一樣 才是對的 好 如果不一樣就表示有問題了 80878 減3500 加3860 所以我的餘油是81238 好 我的支出 9、8、9、3、7 減掉56872 加上5、6、0、7 減掉3985 減掉3985 所以是9、3、6、8、7 好 期末 你也可以跟這樣子算下來 4041 加上3860 減掉5、6、0、7 加上3985 所以是4、2、6、4、9 我們剛剛已經看從簡單調節表 知道正確的餘額 好 那你也可以什麼 期末的餘額加上本月存入 好 這個5月初的金額 加上本5月份的存入減量 5月份的支出留一點這個金額 好 你也可以這樣過來回去 好 說完這個之後 到底有沒有什麼股幣的問題發生呢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公私的 好 公私呢 我們剛才已經知道了 好 公私呢 它4月份發生的金額 它又已經調整完了 所以得到4月份的正確餘額 所以這個5月初的餘額 就不用再種它了 因為它已經正確了 那5月份發生什麼事情呢 比如說代收的代收票據 含逆息 好 所以是呢 我的存… 對不起 這邊先做一下 這上面一樣 我的4月底的餘額 加上5月份的存入 減掉5月份的支出 得到5月份的餘額 那我這4個數字裡頭 知道3個數字就可以推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是55098 好 我再倒退回去好了 530509 加上90327 減掉55098 所以得到了65738 好 再算一次 好 再算一次 好 因為是期間錯了 你後面怎麼算就錯了 好 減掉90327 好 那沒錯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先把月初的餘額 或者是合計數件算出來 好 那再來看一下 5月份呢 要去調整的 5月份呢 要去調整的 然後再收15500 還利息 所以宇友要加15500 好 因為應收票據15000 收限了 再加上500塊的利息收入 然後再來是 前面還有 前面還有 好 第三 第三點 之後我們有一個 手續費 好 那我們有個手續費支出 手續費支出呢 我們要把它 從我們的帳上調整掉 所以我的支出 要加這150塊 支出增加 我的餘油就會減少 好 再來 還有沒有 第三點 第四點 然後第五點 存款不足 存款不足呢 我剛剛已經講了 銀行已經從我的帳戶裡頭 把錢領出來 那因為我公司不知道 所以我的支出 要加這3200 支出增加 對我的朋友要減少3200 好 這是第五點 然後第六點呢 是公司的錯誤 好 公司的錯誤 錯誤 錯誤是我們開了一下 是566的錯誤 那個支票 那是我計成556 掃計10塊錢 所以支出掃計 對 我的支出掃計 就是我這個10塊錢的支出 好 合計起來 好 合計 好 看一下 當然第一個 月初的魚額是哪一邊的 好 月面的加減 對 555 59 8 我們現在原則上呢 一定要跟他這四個籃位都一樣 81238 支出 93 687 余額 42649 好 要一樣 不一樣就表示有問題 所以我們看一下 五月份的存入 65 738 加加減15500 81238 對了 支出 90 327 加上150 加上3200 加上10塊錢 93687 也對了 最後 本月 五月底的魚額 應該就沒錯了 30509 加1550 減150 減3200 減10塊錢 好 42649 好 這四個籃位都一樣 這個叫做散事調節表 或叫做收居調節表 這樣看懂了嗎 所以這個結譜呢 是跟180而已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那這個調節表呢 它不是我們正式的 對外的報表 它不是 好 因為呢 我們的四大報表 對外的報表就是了 綜合屬意表 至長負債表 先列表表 普通的營運動表 或者是保德營運動表 就是四個報表 我要講這個意思是什麼 銀行調節表 它沒有一定的格式 我一定要怎麼樣 我要先寫公司帳 還是先寫銀行對帳單 我要先寫未確定支票 再寫再度存款 都可以 所以我們重點只要什麼 只要知道這四個來會做 快的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公 這個私然式調節表 在審計學是查帳的 現金的工作低調之一 當會計師要去查合一家公司 它的現金 公司帳號的現金跟銀行出換 有沒有不合理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舞弊的問題 它就是邊私然式調節表來檢查 這個邊在哪裡 邊在它的工作地方 所以這個呢 跟我們的什麼 跟我們在邊試算表一樣 試算表是正式的報點嗎 不是 就是公司自己在檢查 我的账務員跟服務員 錯誤用的 所以私然式調節表 銀行調節表 它不是一個正式的報點 所以它的格式不是很重要 好 那些私然式調節表 它有它的一個格式的原因 是在於我要知道這四個欄位 從公司帳 從銀行端 可以出來要多提 這就是正式調節表 好 所以請你回去 先把現金的這個部分 把它做練習 好 所以我們今天是把第五章 先講完了 有關現金 下個禮拜再來講 聘修款項的部分 好 那同學希望能夠拿到烤雀 好 那同學希望能夠拿到烤雀 如果沒有來的話呢 你就要幫他拿好 那我講一下呢 平均分數是57.59 好 然後呢 最高分 好 最高分好像都只有八十幾分 都因為94分 有92分 好 最90分的大概有兩位到三位 那 好 各位數字的也有三位 好 各位數字的也有三位 好 各位請大家 拿到烤雀之後下個禮拜 好 就請你把烤雀物也拿過來 好 劉超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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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 送余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许文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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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燕鎮 張俱善 劉邦偉 邱思綺 劉邦偉 邱思綺 劉邦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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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靖晨 劉邦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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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邦偉 朱先生 말을表著 wort ka 徐佳慧 王廷宗 王淑宇 徐瑞寅 徐佳慧 王廷宗 徐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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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慧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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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松章,您建设人员斯木 Harper, 中原私大 managers位置 food with water by面, 明慧珍 發佛力 也好 會實現 發佛力 發佛樂 佩依晨 王晨 宗璇修 有華王力丹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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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